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 没有那东西 人家就说你不算数 那么好吧 我们就搞一点吧 搞一点原子弹轻弹 我看有十年功夫 完全可能 这些话 是毛主席在1958年的 中央军委会议上说的 当然 毛主席并没有盲目自信 虽然我国不管是研究器材 还是研究经费都十分紧张 但是 经过科研人员们的共同努力 仅花费了六年时间 就成功研制了我国 首枚原子弹 并在之后成功引爆 将那些蠢蠢欲动的 西方国家给震慑住了 虽然六年时间 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 就像是冰山一角 但研制背后的艰辛 却是前所未有的 比起战斗机 军舰这些 可直接使用的武器 原子弹这东西 也许用不上 但是我们没有 那它始终 悬在我们的心上 日本侵华时 中国抗战七年 都未能让日军撤退 但是美国的两枚原子弹 让叫嚣着占领 全亚洲的日军退缩了 为了防止美国炸上瘾 他们紧急宣布 无条件投降 中国也因火得福 抗战被终结在了1945年 但在1946年 面对美国记者的采访 毛主席有些不相信 核武器这个东西的 他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对派 吓人的纸老虎 看着可怕 实际并不可怕 后来就因为这句话 有人称之为狂人 随着朝鲜战场的推进 美国发现简单的武装 好像打不过解放军 于是杜鲁门就威胁中国 扬言要向中国投放原子弹 虽然随着苏联的介入 和国际上的形势 而不了了之 但美国使用原子弹 威胁中国的事情 却在之后又频频发生 毛主席这才意识到 我们必须要拥有 自己的核武器 连远在法国的 法国科学家居里夫妇 都给中国写信 想要制止核战争 就必须拥有核武装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 我国就开始预备 研制原子弹 当时中央一声令下 数百名顶尖科学家 物理学家 化学家 数学家 只要是相关的顶尖专家 不管当时在国内 还是国外 只要是中国科学家 纷纷放弃自己手上的 事业和成就 赶回国内 为祖国效劳 除此之外 还有数万名解放军 和建设工人 也前往了新疆 他们悄悄地去 随后就像消失了一样 好几年 再无延续 他们明白 自己将要面对的任务 决定着祖国能否在国际上 站住脚 这一次 他们必须全力以赴 1964年 原子弹研究成功之后 即将要运往新疆 但它并不是一整个的 而是分成好几个部分 虽然被送到青岛 二二一场完成总装 但研究员们将这个原子弹 分成了两部分 分配运往新疆 核弹发射基地 并打算在那里进行最终组装 这里面最主要的是原子弹内核 它只是两个不大的小东西 但为了保证运输途中的安全 我国花费了百分之两百的精力和警惕心 先用火车 再用飞机 来回转换运输 更是在原子弹内核的必经之路上 布下了重重关卡 光是出动 护送任务的解放军 就多大有三万多人 今天就让富贵带你了解 原子弹护送任务 为何要如此谨慎 它又是如何安全到达 新疆罗布泊地区的 正题开始之前 新来的朋友 别忘了长看点赞支持一下 喜欢作者的话 就点点关注 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在1964年的10月16日下午30 我国第一枚原子弹 在零点准时爆炸 在此之后 中国即美国 苏联 英国 法国 成为世界上 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 其实这个原子弹有两枚 一个代号是596-1 另一个代号是596-2 一是正式产品 二是备用弹 不过 我却没有用到备用弹 可以说是很庆幸的一件事 因为即使是未发射的原子弹 也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东西 周总理明确指示 我国核武去研制生产运输 试验各个部门 要万无一失 为了体现原子弹的重要性 护送人员们 还组了一个21号任务保密工作 毕竟这不是其他东西 而是一个危险的原子弹核心 它的运输和储存方式 是重中之重 原子弹的危险程度太大 哪怕爆炸不成功 也不能在居住区发生意外 首先 要绝对防止原子弹 发生临界反应 所以必须对它进行物理隔离 这样能使里面的油原料 没有聚在一起的可能性 其次 还要拆除它的引爆装置 最后 就是要防止任何液体的渗入 因为核原料遇水 可能会导致生锈 从而诱发产生核反应 不仅如此 温度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还要防止人为破坏 以上任何一个问题一旦出现 都可能造成原子弹 在途中产生爆炸 稍有不慎 后果不堪设想 就这样一个较贵的东西 当初我国是如何运送的 当时原子弹分为两部分 内球组是最重要的关键核心部分 这个东西是个危险品 不仅是因为它重要 还因为它有辐射 且是原子弹的核心爆炸部分 当时为了能安全地把它送上飞机 运送人员们想了很多办法 对这个脆弱且杀伤力极高的原子弹核心 进行了层层保护 在飞机运送前 他们考虑到了整个行程中 内球组可能会遇到的意外 为了保证内球临界安全 减少振动 它们先是将内球放进一个 充满亚气的金属鸟笼状溶剂中 亚气是一种镀性气体 可以减少内球发生化学反应的概率 但它们还是不放心 又将鸟笼用弹簧吊起来 最后考虑到要升空 可能会产生较大温差 把这个吊笼用棉被层层裹住 塞进一个大木箱子里 看这个架势很有一种惊天动地的感觉 但其实这个两个核心很小 但是温度 湿度 防震 防径点一样不可少 并且由二二一的副主任亲自护送 当护送的人带着原子的内球组下了飞机 上火车后 这辆火车被定为一级专列 待遇比国家领导人还要高 有着最高级别的安全警卫 不过 这个不大的小东西可以比人还要娇贵 为了防止内球组发生化学反应 检查列车轮子的检查员 使用的榔头都给换成特纸铜榔头了 就是防止在敲击中产生火花 引起原子的内核与之产生反应 还有 为了防止静电引起意外 这两专列所跨越地域的所有高压电线 在专列区往前就要提前停电 走哪儿停哪儿 当然 为了避免停车 我国相关单位提前就下令 这辆专车经过的岔路口全都锁死 在内球组专车经过的区域 几大火车全部停运让道 因为谁也不知道 在他们这么多的护送队伍中 到底有没有敌人 诱惑者 这些小细节中隐藏着多少危险 他们将可能会引发内核 发生临界反应的所有隐患 全部消灭 就连火车里烧的煤炭 都是工人们一点一点筛选出来的 为的就是防止有人在里面做手脚 比如在煤炭里藏引爆装置之类的 不过 因为这个运输的保密性 除了护送的人 其他人都不知道 这辆专列中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甚至连指挥部和驾驶员 都不知道车里是什么 只知道他们在执行一件 很重要的任务 比命还要重要的一件事 这辆专车的驾驶员叫江世荣 这个人就是组织上 千条万选的列车驾驶员 没有任何背景 但有着上百次专运的经验 据他自己所言 当时组织让他负责这辆专车 他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直到原子弹爆炸后上了新闻报纸 他才得知自己运送的很有可能 就是原子弹 这件事让他又兴奋又后怕 我国为了安全地运送原子弹内核 护送人员将原子弹内核 所到之处的人全部清空 从原子弹核心被运出研究所 直到送上爆破点 期间更是五步一哨 十步一岗 虽然已经知道是出动了三万多人 保护原子弹核心 但这几人究竟有哪些人 又是如何保护的 在原子弹内球层 我国就采取了超长的保卫措施 从内到外围着一圈又一圈的哨兵 中间还有公安 干警时刻巡逻 搬运户户的人全部都是 由二二一基地内部成员担任的 这支队伍由九员的副院长带领 是特别挑选出了第一批 科研人员以及干部 才能触碰这些东西 在严密的监管下 将内球组送上火车之后 火车头驾驶室 还被安排了几位武装人员 他们从车头拉了一根联络电话线 一直签到列车内部的临时指挥所 只为随时向上级汇报情况 再从二二一核5G生产基地 到西宁机场的专列上 还发生了一件事 本来这趟专列是不停车的 甚至为了保证不停运 还进行了其他的火车 但就在西宁货运火车站时 却一下子停了两天 这两天 护送人员过得十分煎熬 他们担心停在这里会一声变故 他们秉着不说不问的态度 轮流休息看守内囚 吃喝都不敢离开这个地方 甚至连眼睛都不离开 装内囚组的木箱子 好在两天后火车就出发了 他们要下了火车就要坐飞机 在护送人员胡仁宇下车后 他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个飞警备人员 整个机场都没有闲杂人 只有五步一哨 十步一缸的警备员 他们几乎是惊碍者间 而且在飞往新疆的飞机上 连服务员也没用 除了守在内囚组身边的胡仁宇 和二级部保卫局副局长 就是飞行员 胡仁宇怕内囚发生异常 经常忍着晕机的痛苦 每天都要数次测量 内囚放射性强度的变化 等他们下了飞机 并不代表结束 接下来他们还要坐火车 前往新疆 为了保证专列沿途的绝对安全 每隔二十五米就有一个港哨 还有解放军日夜不停的巡逻 不仅如此 外围还有大量民兵 连只苍蝇想飞进来都难 火车经过的每个月台 都已经提前清空乘客 布置了铁道民警和公害守卫 就连寒洞和桥梁上 也部署着大量的警卫力量 还有火车相关部门 时刻监控着火车的状态 为了保卫专列汉权 仅动用的正规警卫 解放军就达到了三万多人 更别提那些民兵了 专列耗费了七点时间 才从金饮滩 到达葫芦木齐火车站 但没有在这里停留 而是直接开网了 为这辆专列 特意修建了一个秘密军用车站 然后又经过汽车 飞机的专运 最终才到达了 世保基地的主空站 装配工厂 当然进去的只有596-1正日弹 596-2还留在砖列上 他们原先还将这两砖列 隐藏到了九泉基地 当时叫东风基地 后来一百多米的原子弹 放置它都建起来了 也没必要隐藏了 1964年10月16日 终于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所有人都跑到了距离 596-1爆破新 几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山坡上 他们每个人都戴着衣服 专用墨镜 等待着原子弹的爆炸 下午14点59分40秒 远程遥控的爆破手 按下了爆破按钮 所有人都面朝下趴着 直到听到爆炸声后 才有人抬头望去 只见一朵蘑菇云 腾孔升起 瞬间将人震撼在原地 自此 这场机密的护送任务 终于落下了帷幕 在16日当天晚上 新华社就发布了一则新闻 宣布我国第一枚原子弹 在1964年10月16日的 下午三点整爆炸成功 这个消息一出 全国上下沸腾起来 他们终于有自己的原子弹了 但是激动之余 我国仍然不忘 为我们向往的和平发声 中国不会在战场上 使用原子弹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不妨长按点赞 强烈推荐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